去大岛利用的是大型客船 然后因为这样利用了晚上的时间 可以省下一个住宿费 叫塞尔维亚号 感觉已经好久没有走过船了 在船上碰到了Yukiko姐姐 当时我是想下去前台拿那个毯子 我以为是免费的 然后就没有带钱包下去 然后用英文问了Yukiko 他就先帮我付了硬币 然后我回去再还给他 晚上睡得真是非常非常不好 不知道这算是他们固定的仪式 还是新年特殊的 反正就往小推车上放了门松 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 门松就是日本人新年银神 在门上挂的一个装饰物 第二天六点到达了钢天港 大型客船每天挺靠的 一般都是在钢天港 但是当天的出港地 是根据每天港口的天气和海浪情况决定的 这也关系到后面的行程的安排 因为巴士有一条线路 它是从每天的出港地始发的 一般都是远停港的 一家真的非常非常好 这样偶然认识就 特别不好意思 然后在这边路边先停在地层端面 和能遥望一下其他伊豆猪岛 停了一下 然后他们竟然让我去他们家吃个早饭 我真的是受宠若惊 他们真的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善良 然后去到Yuki Kota家了 他妈妈在做早饭 然后他爸爸有点天然 特别可爱 有时候给我讲东西没有听懂 他会用拟生词 然后Yuki Kota好像在七八岁的时候 给春圆 春就是这边一种特色的植物 拍的那个宣传图 直到今天宣传图还是同样的构图 同样的三个可爱女孩子 Yuki Kota特别不好意思 然后他爸爸先开车 带着我们去了黑沙漠 然后有个地方可以眺望波幅港 就停了一下 这里是彼岛 它本来好像是一个火山 就一个古火山 很早很早以前 但只有三十米高 就被海浪冲刷成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波幅港建秦台 历界天皇都会站在这儿远眺 跳波幅港 让李全进波幅港看看 这里比较有名的是 那个古街道 是传统的古之路 可以说展现了 传统日本港口小镇的风貌吧 这边是文学三步道 就是川端康城的 伊豆的舞女里面 舞女斜坡 这就是这条台阶了 旧港舞旅馆就在这儿 然后这边是一个 舞女的资料馆 C 上面的一些照片展现了波夫岗的历史 和这些人偶模型 要我一个人来逛还真有点害怕 虽然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 但他们脸全都是一样 提斯商店的地方 就是醍醐的胡提 饲养的寺 是个很有昭和风情的商店 上面挂了签名 然后天皇天后的照片 在这里买了可乐饼吃 这边有一个波夫岗的歌碑 大概是赵和初期的 然后旁边有一个只要按顺序敲击 就可以演奏出乐曲的乐器 然后Yukiko的妈妈给我们演示了一下 又来到了第一层锻炼面 差不多 和Yukiko和他妈妈告别了 真心的感谢他们 第一站去的就是三元山 这是一座火火山 但是要注意登山时间 因为他下午的末班车大概是两点多 不然你就得大低去远亭港了 然后你考虑一下 这是一条线的终点和起点 那这边有一个山脚的展望台 不要太久停留了 好那就开始登山吧 这里有个紧急避难处 以防这个火山再次爆发 三元山最近一次爆发 还是在1986年 年末来登山的人也不少 在不同的高度停留 就是不同角度的风景 越走越高就开始下雪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三元神社 这是三元神社的鸟居 据说当年火山爆发的时候 都没有影响到这个神社 所以在当地人民的心中 是个非常神圣的存在 那么多深入的地方 简直辰地在本山的颜色 我怀疑 那是来问你 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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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怀疑 我怀疑 快登顶的时候 那个路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难走 每一脚都会陷进碎石银 很磨鞋子 再下雪 然后 这边有个监测仪 东大又有一个监测所 在这儿 以防火山再次爆发 然后右手边的就是火山口 我都没有好好拍 为了防止错过木班车 就急匆匆的下山了 结果发现 我走得好快 都赶上前一趟车了 然后这个车一般是一小时一次 这个车是很困难的 我去过去 我现在就测试了 我已经有点名的 很困难的 我已是 我已经听到 我 divine 我 我现在就不用了 我已经不扩和你 那天 回到樂園清島 這裏有一家小小的甜品店 然後大島牛乳也非常有名 這個蘋果冰淇淋也是用大島牛乳做原材料的 這邊有一個叫Benia 在谷歌地圖上叫紅屋的超市 然後買了一些東西 非常非常古老的雙店 一些裝飾和風格 自身糖化妝品 好了 現在沒事就去活山博物館了 入館料十五百 就小小的兩層 本來很多資料只是日文 不過可能近年 國際遊客增加了 他們貼了一些英文 或者是新做了英文的板子 在這裏 這邊有個小放映廳 已經只有我一個人 出博物館之後的夕陽 非常的美麗 5點40就是最後一班車了 雖然很有昭和風情 但是公交車停的太糟了 在寒分中等待巴士 寒風 然後回到了圓廳港買了東西吃 就去民宿了 一夜睡得非常的好 民宿是在鋼田港附近 第二天的上午去的大島公園 第二天的上午去的大島公園 這邊好像大部分是家長帶著小朋友來玩 然後也沒有人走我這條廢棋的海濱路 雖然看不懂這個日語 但是看標識大概明白了 有一個春資料館 進去香香的 所以後來買了那個春的現象 一圈圈圈擺在透明容器裡的都是春的各種類型的乾花 然後買了點紀念品 順便買了一個大島牛乳冰淇淋 去了大島動物園 不過畢竟是免費的動物園 感覺有一些動物的生存環境不是特別好 可能經費確實不夠 這應該是島民 感覺大家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 我們下了巴士之後和在車上的夥伴道別 我是想專門來吃這家料理的 然後就聽說評價比較好 然後想吃那個香土料理 好像是心口的刺身蓋飯 結果怎樣 驚天關門 所以就不要年末年始的時候到處瞎走嘛 去的想去的店都不一定開 就沒什麼辦法 只能查查還有什麼餐廳在開 然後找到一家很朴素的 是兩個老太太在經營 後來來了好像一個年輕的漁民 就有一個老太太問她要吃什麼 她說就和往常一樣 吃完飯差不多去園廷港逛逛 也該離開了 不餓high 秋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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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